中国最大辣味、休闲食品企业的上市撰文落定 5月12日 临时企业魏龙向港交所提交了招股说明书 是名副其实的靠卖辣条上市 据36KR报道 魏龙目前估值高达700亿元 这甚至超过了恰恰 三只松鼠和良品铺子截至5月12日 收盘市值的总和 招股说明书显示 魏龙2020年 在中国辣味休闲食品市场的零售额排名第一 达到5.7%的市场份额 2018年到2020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为22.4% 增速超过中国休闲食品行业同期4.1%的年复合增长率 约为行业增速的5倍 魏龙由刘魏平、刘福尤两兄弟于1999年创立 招股书显示 目前该公司的核心管理层中 除负责销售和营销的副总裁张晓三外 其他高管为亲戚关系 目前魏龙的产品主要有三个品类 分别为调味面制品及人们熟悉的辣条 包括大面筋、小面筋等等 蔬菜制品 比如魔芋爽、海带等零食 豆制品及其他产品 包括软豆皮、卤蛋和豆制品 2020年公司赚取利润达8.18亿元 远高于三只松鼠和良品铺子 其中 以辣条为代表的调味面制品 2020年的销售额超过26亿元人民币 占公司整体收入份额65.3% 从地域看 虽然辣味食品最早是从西南、华中一带流行至全国 但目前华东地区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及上海 贡献了卫龙最大份额的收入 地区收益7.7亿 占整体收益份额的20.7% 位列其后的是华中地区份额19.6% 华北地区和华南地区份额接近 约为17%左右 对于卫龙来说 尽管目前其在辣味休闲食品市场排名第一 其辣味休闲食品的年复合增长率高于整体休闲食品行业的增长速度 是个潜力赛道 但分散的市场也意味着相当激烈的区域性竞争 你看好卫龙前景吗